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2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ET 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阿姨 今早有华晋证券资产管理投资总监 徳宏苑为大家分析视频 解答投资问题 телosan thomas 早晨Irene 大家好 昨天晚上美股可能 progress 原先是美國減息預期高漲 但市場現在轉為擔心經濟前景 所以美股先升後急跌 恆指夜其他跌超過200點 待會會問Thomas市場如何解讀情況 還有一些焦點股份 美股那邊也公佈了業績 大家有什麼股票疑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待會Thomas會回答大家的提問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美國最新就業和製造業數據轉差 觸發市場憂慮 經濟衰退陰霾 美場債息至2月以來首次跌穿4厘 道指由初段曾經升超過200點 之後很快倒跌 最多急插744點 下市4萬關 收市跌494點 報4萬0347點 納指一度跌3% 收市跌2.3% 報一蘭7194點 標指跌大約1.4% 報5446點 歐洲三大股市也跌1%至2% 英倫銀行一如預期減息四分一利 英鎊最多跌大約1% 中東局勢趨向緊張 資金尋求避險 美匯靠穩 美匯指數一度升大約0.4% 金價一度升到兩個星期高位後倒跌 焦點美股 科技股普遍捱 其中Tesla跌超過6% 蘋果、亞馬遜收市 公布業績 而股價在業績前跌超過1% 業績好過預期的Metta 500美元得而復失 收市仍然升到4.8% 芯片股急射 NVIDIA跌超過6% AMD跌8% ARM業績後跌超過1.5%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騰訊比本港收市跌1.2% 自宣布361.06元 阿里巴巴和美團跌了1.7%和1.8% 京東和百度跌超過1% 匯豐控股ADR自宣布66.38元 比本港收市價低2.7% 有邦、港交所、建行跌超過1% 車股售額比亞迪跌超過1% 小鵬和惠來跌超過3%和7% 今早的外圍市況 先看看道指期貨 都要偏遠 40364.150 納資期貨都是向下 至於亞太區股市方面 其中日本市比較弱 跌4.8%左右 日經平均指數36270點 跌1,855點 南韓股市跌2.6% 而沃里股市也向下 其中澳洲市跌2.2% 新西蘭市跌1%左右 至於恒指黑期也要弱 跌200多點 我們先和Thomas談談外圍 最新的市況 我看到亞太區股市也跌了幾多 以及昨晚美股也跌了下來 原先投資者又在炒 減息的憧憬 現在變成擔心經濟的前景 現在這樣的趨勢會不會持續呢 美股是否還未調整夠呢 其實這樣的最主要 就是你看在這個 就是之前 剛剛我們剛剛過去 就是星期三凌晨 不是 星期四凌晨 就是星期三晚聯儲局的儀式 就是原本大家是在擔憂的情況之下 就是調整案裡面出現的 到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雖然7月就沒有 這個議式上面就沒有任何變動 就是按摩不動 但是他在這個議式會議完結之後 記者會說的東西就是大家解讀為 就是9月就很信心 就是十足要減息的 本來減息是好東西來的 然後大家就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反彈完 剛剛昨晚出美國ISM的PMI 就是美國PMI的數目 又連續八個月跌的時候 大家開始營造一個擔心就是 會不會是減息是減來為了衰退 如果是預備為衰退做準備 就是這種狀況 所以變成有一個比較厲害的調整 但是你可以這樣說 昨晚大家看到那個厲害的調整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再之前那晚 其實是反彈得超級多的 可以說如果我們拿單純說美股這樣計 其實他未失守 就是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 那個反彈浪的底 其實還未到的 所以可以說第一件事就是 可以先看清楚一點 因為其實今晚就有 這個飛龍制數據 對 隨時可能今晚的數據 出了之後又沒事了 例如舉個例子 今晚的解讀可能是 如果大家是專注於 現在是有衰退擔憂的 可能今晚出來的飛龍數據 是稍微高過預期一點點 大家會覺得就業都不太差 然後可能又反彈過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回答剛才Irene說的問題 是否會調整呢 我們也是認為會調整的 其實調整浪 你看到其實由 嚴格來說 7月初開始已經一直都有了 背後的感覺 反而是比較簡單的 上半年其實 美股的升浪很集中於 只是科技股 而且還只是 AI相關大力的科技股 其實升得真的很多 即是幅度上 股值上都是高的 變成有個合理的調整 會有出現 你也看到其實 踏入第三季開始 其實資金明顯是由大型科技股 轉了去傳統版牌 其中一個跡象就是 我們看到羅素2000指數 其實也在這段時間 其實上升也相當多 其實也不可以只是反彈 其實可以說 甚至乎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聲勢 雖然昨晚其實是殺得最厲害的 如果用美國的幾大指數來說 其實昨晚羅素2000是跌到 應該沒有記錯 應該是3.5%以上 雖然是跌得比較厲害 但是如果在一個 當我們說的 就是宏觀來說 美國是一個減息週期 或者大家進入預備會減息的預期的話 那個案來說的確是會 令到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那個財政健康程度會改善 又或者這樣說 我們叫做 在過去的日子 因為一個偏高式環境 其實他們盈利以至股價 股值都長期收押 其實可能會有價值熄火 都可以預期在這段調整浪之後 表現得比較好 會是這一類中小型股份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整個調整浪 其實還有一段日子 比較簡單的說 就是當踏入 就是過往我們也有做過一些 兩番分析 就是即使是一個健康的 就是叫做 在美國經濟是一個 沒有衰退的環境之下 其實在減息之前的 一到兩個月 股市都會比較偏弱的 既然如果大家現在的看法 都是叫做大家認為聯絕高會 會9月減息 變相來說 其實7、8月都預期了 會比較弱一點 可以這樣說 如果用過去兩番分析的程度 現在的調整幅度 還是在預測範圍內 也算是會有 例如用錶泡500 待會可以再更新 如果你說用錶泡500 其實可預期是有機會 調整要再多到大概5300點附近 才會有個初步的完成 如果是道指呢 如果是去到什麼位 如果是道指的話 我們換算道指 其實就大概都要去到 有機會去到38,500點 即現在就剛剛大概是 40,000頭 403 即403,800點附近 其實大概在這個位置要調整 因為道指則是比較遲些調整的